这是二战时发明的球形炮塔 它安装在B17飞行堡垒的腹部 可以360度无死角扫射 这个圆球的直径只有1.1米 前面的钢架上有5个观察窗 安装的是双层有机玻璃 后面的舱门是铝制材料 底部则是加厚的防弹装甲 内部是一个360度的旋转炮架 飞机起飞后达到指定高度 才允许炮手从机舱进入炮塔内部 炮塔里面的空间非常狭小 炮手需要蜷缩起来进行操作 里面有独立的供养系统 它的火力配置是2平50口径的机枪 射速为每分钟750发 每5颗子弹之间有一个夜光弹 用来帮助射手瞄准 机枪顶部有两个弹舱 可以携带445发和571发子弹 假如飞机在空战中受损 或者需要紧急迫降时 炮手需要走出炮塔 然后使用工具将炮塔拆除 等抛弃炮塔以后 才能进行紧急迫降 这种球形炮塔在当时的技术非常先进 只有美国能够制造 而且价格昂贵 单个炮塔的价格为25万美元 让喊贵 建议